因为其他人可能会陆续会进来 那我们就直接先开始好了 那再麻烦你 好的 那主席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Rose 那这一篇呢 这个chapter是我跟Bin 两个为大家报告 那原则上我们会用一个 一个投影片 就是一个现成投影片 为大家报告 那前一部分大概是 part 1的话是第一个page 到23 page是我报告 那后面部分是Bin 那因为Bin在这个部分 它有很多的contribution跟见解 所以我们原则上等一下报告方式 我们会大概讲到一个 比较重要段落 我们会停顿 那如果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发问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Bin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解释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在读这个钱 因为自己有些地方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有做了一个小抄 那我先稍微用我的这个小抄 做一个企图 那就这个chapter叫 Approximated Inference 那前面的这个几个部分 是我从书上的前面东西 把它结录下来 也是这个chapter 我认为还蛮重要的一些东西 那主要它在讲说 其实在这个chapter里面 我们其实就是在evaluate这个后验几率 就是一些隐含式的variable 就是一些隐含式的variable 所以事实上如果 当我们在做后验几率的时候 能够把这两者都考虑进来的时候 它是相当的有准确度的 那在这个书中 它其实是整个贯穿 它是用em的algorithm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 然后Mac怎么样把最后这个后验几率找出来 那接下来它有在这个书上也有说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般来讲是有两种方式得到值 一种是scholkastic 就是比较所谓随机性的 然后有利用样本抽样的 那比较经典代表是 Marco Follow Chain and Moncaro 那这个会在11章做说明 那在这一章里面主要是用 deterministic approximation 然后利用basin的method 那我们再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 我们这个chapter主要是用 deterministic approximation这样的scheme 去达到刚才的approximate inference 那在这个过程中 它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 一个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分析一个posterior 一个后验几率 接下来当我在做后验几率的时候 然后我怎么样把那个相对应的分配 能够利用factorization的方式 把它做independent的切割 然后divide and conquer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他书上就有说了 书上有说其实我们在第四章 是有人进来了吗 有人又进来了吗 还没有 就是说第四章里面 第四章其实它是用local的方式来求的approximation 可是基本上这一章是用global的view 然后其实他有说他用的方法叫做expectation propagation 这个部分并到时候会给我们做很详尽很详尽的解释 那我大概用几张头影片来说明一下definition 就是说今天假设这个z就是我们做latin variable 这个x就是我们observe我们观测到的variable 然后一般来讲它的联合几率会写成这样 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的左边就是我们今天整张 非常非常非常关心的 就是我在given这样的expectation observe variable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find这个latin variable的probability 那基本这是一个条件几率 所以它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右边这样 上面是一个joint probability 下面是一个marginal的probability 那上面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再涨 这个东西可以再涨 我们可以用这个观念来看 不好意思 我那个应该再把b 就是说假设今天我们要算一个a的话是z b的话是x 那我可以把它展成这个样子 上面是一个joint probability 我又可以再把它变成一个conditional probability pz 乘上这个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 刚才这个东西我其实应该是pz given given x 应该等于上面这个除这个 我这个应该可以再等于等于什么呢 上面这个东西可以变成px given z 所以乘上pz 再除上px 那这样子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呢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有趣了 我们刚才讲pz given x 最后finally会等于px given z 乘上pz 再除上px 那我们要知道pz其实就是一个prior 就是一个怎么讲先天的几率 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joint variable 那我们等一下再说明一下 它那个系统是怎么 它其实它整个整篇的chapter 都是围绕在这上面转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它的观念是什么 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variation family 有一个很大的distribution family 就是这个q 这个q它有非常多在这上面 可是我们现在啊 其实我对这个点就是右上方这个点是有兴趣的 我们想要知道它的probability 可是呢很抱歉 我们px也很难求 然后z跟x的joint probability 还有pz的那个prior先行几率 我们都很难求 这时候我们怎么利用variation inference 去达到这个点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先 就说假设这个q要去推估这个 这个q会去推估这个p 这个里面它一定有它的期望值 有它的variance 有它的变异数 甚至可能有它其他的参数 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先给它一个initial值 initial值以后呢 我们有这个值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值 得到 讲说我们会得到这个值 会得到这个值 会得到一个估测点 然后真正我们要求的是这个点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用慢慢逼近 第一次我们有一个initial值 我们得到这个以后呢 我们看这两个中间的差异 然后为了求它差距越小越好 差距越小越好 那我们就要做偏微 然后又得到了另外一组的V 然后又再继续进去 进去以后 反正那个就是em的观念 好 那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以后 我们就来先来看我们今天的投影片 今天的投影片 今天投影片主要是分个7个subset 7个subset 那原则上我跟病两个会分开 报告我大概报告10.1跟10.2 后面部分会是病报告 那在报告这个前 病前交代外交代是说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先讲清楚 就是我们后面看到这个 假设我今天要求posterior 这样的可能性很困难 可是我科配利用鲜艳几率跟likelihood 来达到呢 这就是这一张整个的精神 大概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他这边就讲 在这个我们aproximate inference 为什么我们要做aproximate inference 其实整个过程就是 我们想要去evaluate这个后验几率 可是在后验几率的过程 我们其实会利用EM 我们会想要去从expectation 然后再去做maximization 然后慢慢慢慢的做逼近 好那这边这个就是这个chapter 他用理论的主轴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后验几率 或做expectation的时候 其实这个distribution 其实很难得到的 很难得到 第一个它dimension可能非常的高 而且posterior的distribution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form 所以它的期望值其实很难拿到的 那怎么办呢 好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说如果这些variable 都是连续性的变数的话 我们其实要做积分 它基本上不是一个close form 因为它的那个dimension太高了 好那如果今天它是一个discrete的话 discrete基本上我们把它加起来 可是这些东西还是会非常的高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导出这个chapter 我们希望它用一些逼近的方法 能够得到后验几率的值 那不知道BIN这部分 有没有什么补充 谢谢 那可不可以帮我回到上一页去 好的 就是说我们稍都是很 都是讲的很完整的 那我讲细一点好了 对 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讲一下 说就是我讲一下我的观点 我们现在要求的东西啊 就是说的例子啊 对啊这样补充一下例子 这样子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有左上角这个 上面这个表XYY01 的这个表 对这个table 那其实后验几率 那如果我们要算 我们要算 那我们这个就是PAB联合几率分布 就是这个P 右上上面这个P 然后跨幅AB的 你把它视为联合几率分布 那如果我们要算 那PB的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想知道 X等于0 X等于0的几率是多少 就是说我们单纯想知道X等于0 这个发生的情况下 几率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会把Y等于0 跟Y等于1加起来 也就是说我会等于0.6 这就是marginal 对就是说我们会把 我们想知道X等于0的几率 我们势必要把另外一个变数 Y等于0 Y等于1的几率都加起来 然后等到的几率就是很完整的PX等于0 会发生的几率 这就是marginal 这也是整张 整张我们都在解的问题 对啊包括上一张上上一张 我们都是在处理 处理说因为这个 这个为什么看起来很简单 它的问题是 如果维度非常大的时候 你想知道PX等于0 它有数千万个变数的时候 你势必要积分所有的可能性 那你要把所有的加起来 你才可以得到PX等于0 那问题就是 第八章直接推论 就是在想什么办法 可以把全部都要加起来 那都一个都不剩 但是这一张 加太多了 那个维度太高的话 加太多加不完 对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去 我们产生几个几率分布 然后的组合 然后去进市 然后我们拥有的是 联合几率分布PAP 就是这张表 但我们要想办法 做出 刚刚累加的那个 那个可能性 就随便给你可以PX等于0 PY等于0 PZ等于0 你都可以 比较快的方式去 不用整个完整的积分 对 然后就可以去 我们有一个模型 可以比较简单 然后赶快算出来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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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几率到底是要多少 那对于后 后焰几率是什么 后焰几率就是 后焰几率相当于说 就是说我们知道 B A是多少 情况下想知道A的几率是多少 就是说对X等于0 这一行来说 如果对X等于0这一行来说 你看到Y等于0 Y等于1都是0.3 换句话说他们的发生的几率 是一半一半 就是说条件几率来说 X发生情况下 Y发生的几率 Y等于0的几率 在X等于0发生情况下 Y等于0发生几率就会是0.5 就是因为他是在占里面的一半 对 那X0发生情况下 Y等于1的几率 就也是0.5 因为他占全部的一半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取得 这个东西的计算很直觉 就是 这个PAB的distribution 这张表啊 要去除以 要去除以0.6 也就是说你其实要先把X等于0 下面的Y等于0 Y等于1都加起来 全部都加起来 把下面的都加起来 加出0.6 marginal 加出一个marginal 0.6以后 把这个0.6去除以这一行 这一行 对 也就是 所以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市值 比较方便讲这个市值 就如果你有一个联合分布的话 PAB就这张表 你想知道 某一行 某一行里面的条件几率发生的情况 你势必要先把那一行里面 全部的东西都加起来 然后把加起来的值去除以这一行 对 所以就是说 连这个这张表要除以下面PB 这个就是 就X等于0 这样子整个加起来的值 对 所以那很明显 如果PB 你要把整行加起来 这件事要加每一个维度 就本来就难算了 那你更不用说你PBA 会好算的 对 因为你还要多 多把全部的这一行 出于 出于它的marginal 对 所以P posterior难算 marginal也难算 在维度高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 因为接下来就全部都是在讲说 A 要怎么样去治愈有的 那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会把它讲到很快 如果到时候大家要倒带再听 是不是自己还OK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看过程 也是不断的这样往前往后 往前往后 这样一直推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他就在讲说 他就在讲说 其实 进射方式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Skocastic Appointation 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是 Marco Chain and Monte Carlo 那这个部分 他会在Chapter 11 Chapter 11会做叙述 那在这个里面 他其实他有用到了大量的Sampling 所以Sampling也是非常需要Computation的Resource 那这一张的话 他主要是用Vetimistic Approximation 等一下你就会看到 其实我们会想办法把那个后验几率 想办法换成分子是Maximal likelihood 然后再乘上他的先验几率 除上他的Marginal probability 可是接下来就蛮有趣了 我今天要验的那个后验的部分 他在这边说 假设你今天后验的东西 他里面含有好多个独立的Independent Factor的话 你其实可以再把它Factorization 换句话说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做说明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可能更容易的去解决问题 还有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要强调 在这张里面 他是没有办法 Generate Exact 就是真正的Results 所以他都是有Approximate 大概这边是大概说这个意思 好 那接下来以后 我觉得他就要开始讲一个 就是其实在我们这个Chapter里面 他其实大量会用到的是 是Variation Calculus 那因为这东西对我来讲 也有点点的小复杂 所以我也先又去找了一些的东西 来给大家做补充 好 那 就说今天他用了Variation Calculus 那什么叫做Variation Calculus 其实他其实就是一种变分法 换句话说 他的意思是说 假设今天我们有找函数 他是犯函数 换句话说是函数的函数 就是函数里面的Parameter 也是一个函数 所以他的输入是一个函数 输出是一个值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他输出的值是取决 他一个到多个函数的输入 所以在整个路径上的积分 就不太像一般的函数的取决于离散的变数 它是一个凡函数 那一般来讲 这个在变分里面一个凡函数的积分 他会表现成这个样 例如说我在X1跟X2 range 要取得这个方式 这个F就是一个函数 那他这边就在讲 这个函数他其实 接下来我这个被击的这个东西 我要求他的maxima跟minima 那这个F一般来讲 他们就会称为Lagrange的方式 那F他里面的里面呢 其实他有可能是包含一个函数 或者是这个函数各阶段的导数 所以他又可以表现成下面这个样子 所以他在这 我是说我看网路上写 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今天我们要解这个半函数 因为半函数跟Y的关系是以值 那所以事实上当我们要去对这个半函数 做最大值或最小值 事实上你就是去解那个YX而已 这个大概就是对刚才的那个补充 那我看看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部分 会不会是有点好 那我就对应这边来讲 他说其实我们这一张最主要的 是由那个Calculus or Variation引导出来的 换句话说今天Y是什么 Y是FX 可是这个X它其实是一个函数 X是一个函数 其实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 像假设今天我们要做那个 这是一个我们常知道的 entropy 不会好像要加负号 负号才是entropy 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函数是这样 我把这个function map到一个value去 然后这个function它有它的导数 它有它的导数 接下来呢 事实上如果这个东西 我们要求它最大值得最小值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要能够 要能够对那个方形的最大最好能够了解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去限制它的范围 好它在这边大概书上有大概说明一下 因为接下来对我们的导 因为接下来这就是这一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等一下我抢完以后应该病还会再补充一下 我讲一下就是那个病其实非常 病就是意思说这一张 其实这一张所有的重点就是由这个导式弄出来的 那我在做这个前我也先做了一个小抄 先看这个章好了 这张就是这样的观念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是事实上我们要求一个泛函数 就是它的那个积分的里面那个函数 其实它本身就是函数 这张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就 唯一 好 我有一些小的想法补充 就是我们找极值嘛 那我们会对S微分 那找一个泛函的极值 我们会找对函数微分 那可能如果把那个对函数微分 也就是泛函微分的定义写出来的话 可能也会蛮清楚的大概这样子 这个部分你熟悉吗 如果你熟悉 等一下会后可以把我们补充一下 那或者是说 看需要也许病或者说Rose Sky会聊到 再看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 这个是我在网路上找的 可是我大概也是这样看 可是我相信你一定有很精辟的想法跟见解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把它的 我猜这个变分法是不是来自于那个物理学 因为物理学里面常常会用变分这个工具 那实际上我们的泛函本身 第一个它也许不用是Log Range 然后也不用Depend on Y的微分 但是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形式 那我们回头看它的泛函的 因为我们可能只要常常做的就是那个微分本身 取微分等于0再加一些约束条件 哦 是是 就是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就会后大家讨论好了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其实要讲这篇最重要的导师 那我也是去找了一些补充 其实就是说这篇里面它有强调 其实我最后会求一个 意思说我们最后其实最想用的是 就是那个后验几率 那后验几率里面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然后我们要在算的过程中 我们最后可以把它化成它是Algo 加上KL Divergence 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 这是我去那个网络上找到的一些说明 它的意思说假设我现在Given Given N个的Data Set 就有个Data Set里面它一共有N个 N个Component N个Item 然后接下来这个模型呢 因为这是一个分布 所以它的参数是Theta 换句话说一般来讲可能就是它的Mu 它的Stand Diversion 或者它的Precision 好 那我们一直强调说 其实这个Data Set它里面有隐含的Latin Variable Z 换句话说假设你有N个Data Set 你会对应到N个的Latin Variable 那我们称为其实这两个加起来才是完整的数据 X是我们表面上看的 可是你必须要再加上隐含数据以后 它才是一个隐含数据 那所以接下来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都完全不考虑隐含数据的话 就是说在Given这样的Theta底下 我们怎么去Observe X 这是Maximal Likelihood 可是如果有了隐含数据的话 其实我们的写法要写成这个样子 你会看到它其实是X跟Z 大概是这样子 Rose 你那个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是 你现在这个视窗上面有一个工作链 那边有一个加号 那个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好的 这样是不是比较 差不多 这样比较清楚 那我刚才那个东西要不要再讲一次 意思说 其实我觉得它的意思是说 今天你有一组观察到的数据 观察到的数据 观察到的数据 可是事实上观察数据 假如有N个Item 它会有对应N个Latin的隐含数据 所以他们认为 其实这两个一起来看才是一个完整的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今天一般我们在求 那Messual Likelihood Estimation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这样 在Given 这个Sita 就Given这些模型参数底下得到的Observation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认为有隐含 隐含数据的话 事实上这个东西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对Z来做Given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开始看今天 那我们今天书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就是什么叫Elbow 什么叫做Pale Divergence 那我把我在网路上看到的过程整个导出来 那它整个导出来应该是这一页 可是我们把它前面的一些说明 一些Pre-request 稍微做说明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Entropy 所以事实上Entropy就是一个事件的资讯量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这个事件不确定的程度 意思说假如这个事件它越不确定 换句话说它的机率越小的话 其他的资讯含量是越大 例如说 例如说怎么讲 月月号是我们的元旦 这件事情其实是完全没有资讯量 因为这是大家众所皆知 可是如果有例如说某一个人 他说我们班的优等生 他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排名前三年 所以每次考试以后 我们要去看到名次的时候 我们看他名字排在上面不太有感觉 可是如果有个同学 他是倒数后面三名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 分发独强 变成我们班上前十名的时候 这个就是相当相当有资讯量 所以我们在讲 如果一个information 其实一个information 其实是跟他的那个 跟他的那个几率层反比 然后接下来如果在求log的话 其实所以他会把它表现成这样 这叫资讯量 然后这个东西叫做假设今天这个资讯量 他的期望值 事实上就是大概可以表现成这个样子 就是从这种倒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写成类似 假设他是一个discrete 我们可以把它的几率乘上他的value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entropy 可是那我们也常常听到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就會牵涉到两个几率分布 就是什么叫cross entropy 意思就是说 假设今天我想要知道P的expectation 可是很抱歉我不太知道P的分布 可是我可不可以用Q来去估计它呢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 我今天用Q来去估P的expectation 这个叫cross entropy 可是你这样就觉得很有趣 我今天其实想要知道的是P 可是我手上有Q 我用Q去比进P 所以事实上我们常常看到cross entropy 它是这样 它就是P跟Q 这个意思他又把它化成变成这样 你会发现很有趣 这种写法它会大于 换句话说 这个叫本身的本身的资讯含量 就是你今天用P去估P一定是最准 可是你今天用Q去估P的话 这基本上这个值是大于值 那中间的那个差异其实就是cross entropy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 假设今天我们想要让QX去逼近PX的话 只有当它们两个越接近越好 换句话说它的KL divergence 几乎是0的时候 它们两个cross entropy就是会一致 那今天在这个今天在我们的那个书上有不断的有一个字出现 就是elbow跟KL divergence 还有我们想要去估算的那个几率 那我们用刚才前面的试纸继续去导出来 就什么叫KL divergence KL divergence可以用刚才的资讯量去做表达 所以P写在前面 Q写在后面 这样的KL divergence表达出来是这样 可是如果今天Q在前面 P在后面的话 其实所以你会看到P在前面 Q在后面的时候 它的KL divergence是写成这样 它要扣掉前面的那个P 那这个的话是要扣掉前面的Q 所以它有告诉你说这两个KL divergence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呢 我们刚才在说我们今天在做那个variation inference的时候 我们其实手上given有Q 我们想要去逼近我们想要知道PZ given X 这时候我们要慢慢慢慢的逼近逼近 就是在Q的distribution里面 我们先随便先设一个initialize的参数 例如它的平均值多少 它的标准差多少 可是要记得这个initialize 一定要对这个donate是有相当的了解的 所以你这样逼近的时间才不会太久 好 你逼近了以后 你进去套用得到这个值以后 跟它中间跟真正actual值有差距 那你就利用那个接下来 你就会再去修正你的这个原来given的mule跟standard deviation 又再套进去又再算一次 然后又再做一次massimization 以后又得到新的 所以它这样一直iterative就会做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左边这个式子 就是说今天我想要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我想要知道PZ given X 我其实我可以用这样的式子来表达 然后这个PX就可以导成这个样子 这两个的如果它是continuous 它就是一个积分 好 那接下来比较有趣的是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QZ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QZ 让它们两个的距离 就是让这个跟这个距离越小越好 只要当它距离越小以后 我就确定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估算的sample了 好 那它这个东西 它再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最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也会跟我们今天书上讲的就会很一致 就是说今天我想要得到一个PX 事实上它是等于什么 我这边写错了 不好意思 我们看上面这个式子 如果你要得到PX 其实你把这两个东西往左边 拿到左边去 其实它就是elbow再加上 elbow再加上这个东西 不好意思 我今天edit 可是这是PDF了 这样好像不太好 等一下 好 最后这个吧 真是不好意思 就是我这边写错了 其实应该这个地方是加号 这样我这样写的不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加号 怎么办呢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应该是加号 我写错了 我写个加号 就是它不是等号 它其实应该讲错 应该讲错 这边是加号 弄错了 这边是加号 就是说 这个东西它拿掉 应该说 怎么讲 等一下不好意思 哦 就拿掉 就说我们上面这个式子 把这个logpx 拿到左边来 拿到左边来 就上面这个式子 我把logpx拿到左边来 然后这个东西拿到右边来 这个kl-divergence 讲错 应该说 反正就是结论它最后应该会化成logpx kl-divergence 今天如果我想要求到这个最大值 我要嘛就是让kl-divergence越小越好 然后这个elbow就是越大越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估算就会很准 那我们来看kl-divergence 就是假设你今天这个地方 你的qz 大家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吧 不好意思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qz 等于pz underx的话 如果这两个值是一样的话 log1就等于1 那log1的话其实就是0 所以这个kl-divergence 就是会0 所以换句话说 假设今天我们后面的所有推论 都是一样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让这个elbow越大越好 然后这个kl-divergence 越小越好 这样子我们的估算 就会越来越好 那这张应该是这个的重点 不知道我病有没有补充 好 那我讲一下我的那个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说 x跟利是 那他所有的变数嘛 那你对利 积分得到margin 就是对 那刚好会出现这个市值 也就是说 x是已知哦 所以他是定值哦 你已经知道所有的x值了 所以他的几率px是已知 在这个 在这个已知的条件下 有人导出了这样子的定义是 也就是说 就是说q是我们要求的 那kl的pq klqp 这个是指klqp q是我们要求的 p是 p是后院几率分布 对 那l这边也有一个q q也是我们要求的 那但是l这边的p是联合几率分布 对就是elbow这边 那就意思就是说 呃 刚好我们如果有一群资料 那我们这群资料 我们有一群资料 这群资料的几率分布呢 刚好可以变成elbow 也就是说 可以变成 然后你刚好有一个qd带进来 想要去近视它的话 这个qd的分布的话 可以呃就是它是 它是由elbow跟kel组成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成两件事 因为左边是个定值 所以所以kl越小的话 elbow越大 这一支这个是第九章 最后一节在讲的 对啊 对只是我们在 只是在讲一次 也就是说kl 如果kl diverge越小 那elbow就会 kl diverge要越小 那elbow就会变得越大 这两件事是等价的 就是说你 你如果去优化q的话 去调q的参数 想办法想要把它求出来 你会发现 你去求kl diverge 这个q 然后跟它的后焰几率分布 对因为其实我们目标 就是为了让q去近视 后焰几率分布 也就是kl diverge 这个p 对 所以我们目标真的是 要让kl diverge 这一项越小 可是我们让这项越小的话 我们会刚好发现 l会会成一个等价的往上 这是相对的 对 所以与其去求kl 我们不如去求elbow 对为什么 因为 因为kl里面的那个后焰几率啊 我们是要去近视它 但是这个目前 那个pd given x是未知的 对而且很难求 他就是我们要求了 然后我们发现了 那我们发现了那个特性 也就是左边定值的情况下 kl我们要它最小 就相当于是我们elbow要让它最大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让q去近视 去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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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焰几率分布 我们倒不如去让q去近视 去不如去让q去去近视联合几率分布 也就是elbow那一项有一个px例 px例的它的联合几率分布 就是说我们让elbow最大 对那其实就相当于让求出来的q 就相当于会近视了 这这群资料的后焰几率分布的 的的的的那个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后来说 我们如果要去算q去近视 某一个几率的后焰分布的话 只有后焰分布哦 我们通常都是用elbow去去去计算 嗯 对啊当然这个假设下面黄色 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假设posterior是非常难算 情况下我们才会用q去近视它 对那那那那下面我们都都其实都是在讲说 q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的形式去去去去去组成 然后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简化这个组成出来的q 去简化它得到一个很漂亮的的的解析解 对嗯 就像微积分一样我们积分某一个市值 有没有办法得得到一个很漂亮的解析解 对那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子去积分了对 嗯 大致上是这样对 嗯 大家对病量解释有没有 因为病那时候跟我讲第一遍的时候 其实听了没有很懂 后来赶快去找很多资料 其实病刚才在讲意思说 如果这边有遍的时候 左边这个是定值 嗯 浪浪浪的px 这是定值 好 这个是一个定值的话 如果因为k Save x 就是我今天用q去 去百分之p 就我们看这个数字 今天的QZ跟PZ given X 如果越近越好 他们如果两个一样的话 这边就会是1 然后这KL Divergence 就会0 所以如果今天我用这个东西去逼近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求 那我是退而求其次 我让这Elbow能够尽量的大 那Elbow的话 其实它的主层主要是联合几率 那联合几率对向某种程度应该会比较好算 我们已知 因为PX是已知 然后PXZ也是已知 对 这样子 那我们就看下一页 所以事实上它在里面就有在讲 它说其实今天你想要去逼近的那个QZ 我Mono程度可以把它变成好多的disjoint的group 例如假设它有M 可以分成M群的话 它其实可以factorize变成这样 就是变成好几个东西的连层 那这样的话 对后面很多推论是蛮有用 那这个东西的推论的话 就是在物理上是称为Mean Fear Theory 那物理学家我可以请你补充一下 这句话因为事实上它已经说 它这个东西其实是跟Mean Fear Theory是一样的 所以事实上这个在后面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大量的用这个观念 跟上面那个观念以后把整个适子化解 那这一页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补充 那如果没有我们就先暂时先跳到这一页 刚才我们在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 就我们把elbow能够越大越好 所以elbow的话因为我们在假设 假设这个Q 这个Q的那个 它的那个分配family 我们假设假设我们在这边假设 假设有六个好六个好 然后这个数学是指这边写QJ 它其实简化 它其实是QJ刮弧 刮弧 刮弧 我记得是刮弧X还是刮弧Z 我们看一下 Z Z 意思是说假设Q里面 它一共有六个 它有Z1 Z2 Z3 Z4 Z5 Z6 那我可以把其中一个Z 把例如说P 就QZ Z接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那表示这剩下这个 这个就是剩下那五个了 那五个了 然后我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的以后 事实上我们再来看 这个东西 其实它可以把它变成这个 就是中间的这个 PHAID XZ 它事实上我们刚才说 这个是QJ 剩下的 剩下只要不等于J的 它就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 又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要在算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利用Factorization 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求得Q的 Q的 就可以得到Elbow 这样子的话 事实上某种程度 如果我们可以Max amount那个Elbow的话 就可以相对应就是可以把KL Divergence 可以变相 所以这个是它这一张说明的方法 就是你怎么利用Factorization Distribution 然后把其中一个先抽出来 然后把剩下的部分放在这里 然后利用这样的式子 然后把它简化这个东西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要算的时候 我们只要针对这个部分 去做计算就可以了 这是这一张 这一张图片的说明的精神 那并有没有要会补充 你下一页 要不要联系 下一页 那在下一页一起讲 对对应该是要这边 所以说我们刚才看 其实我们刚才看 这个东西 我如果今天要算到这个的话 事实上我就是等于把扣掉 这个接的那个剩下的部分 我来求它的联合几率的期望值 所以最后这个东西 可以化成这个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今天如果要求得 这个东西的optimization的话 我只要想办法算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一开始 这些Factor要先做initialize 然后 然后最后 而且它保证这样的那个convergence 是被guarante的 因为它这个bomb是一个convex的房线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两张在说明的是这个意思 那并要不要补充 我讲一下我的观点 好你要从这一页讲吗 我从现在这一页对 那这边有加个negative 因为我们看它刚好跟 KL divergence是负号的 所以它这边加个能力 没错 KL加elbow 刚好等于px是定值 所以其实elbow又叫negative KL divergence 这边的意思是 这边意思 这一个后来导出来 那个是很重要 因为整个变分推论 都是 都是变分推论 就是要拿Q Q个 那可以最上面 再上一页 好 对这一页 就是说我们 假设你隐含变数有很多个 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很多堆 怎么分 怎么形式是怎么分 是靠自己的 要自己要去想 然后跟用不同的分布去尝试 对啊 所以然后没有固定的形式 对啊 那那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 我今天想要 我今天就是 我今天的话就是用Q 用Q力这个函数 想要去逼近那个 那个后验几率分布 那我就把那个 那几个影变数分成好几堆 然后把它 那那个用Q个 不一样的函数连成 对 那定义是这样子啊 对啊 那就叫做manfield theory 对 的方法 对 可以看 那换下一个 那那照这个情况下 我们把Q带进去 我们把这个Q的连成带进去 elbow的 刚刚elbow的那个函数里面去的话 然后因为它是1到 假设是1到6个Q相成 小Q相成 对 那我们把其中一个QJ提出来 然后把另外5个Q放到放放放放回去 对 然后重新整理一下 你就会发现 然后把然后积分范围改成 例子积分那个 只积分那个 7出来 对 对 只积分那个QJ的那个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他想要做的事情是说 他想要找出一些特性 就是说这个elbow市值啊 我带了 我刚刚想要去进市的 那连成的那6个 那几个Q进去以后 然后我整理一下市值 然后没想要整理一下市值 以后就发现了 能不能够只针对这 只针对单一个 只针对单一个小Q去优化 然后 对 他想要整整理出来 然后后来就整理出来一个市值 整理出来 他把QJ往左移 其他都的Q往右移 就发现了一个关系式 对 因为他移完以后 竟然出现了另外一个 negative的KL diverge 对 因为其实后来你看一下 这个QJ乘上LN 就上面这个QJ乘上LN的联合几率分布 对 那对 再减掉QJ乘上LN的QJ低利 对 这个市值就是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KL diverge 对 那这个市值的话 其实可以整理一下变成 可以往上看吗 对 还要再往上吗 对 再往上 对 回到那个 对 他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我把六个QR连层放进去 放进去这个Q利里面去 KL diverge的Q利里面 然后只提出其中一个Q 然后其他的放回右侧 然后我只积分 这个QJ的范围里面去 然后竟然又可以出现了一个新的 新的KL diverge 是针对现在唯一的其中的一个这个提出来的QJ 对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 那我往下可以到那个最后一页那边吗 对 我们就结论啦 结论就是结论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最后就是都是用在用这个字 编分推论 然后再下一页对 结论就是 结论就是啊 你可以假设各式各样的小Q去连层 然后去进市 去进市那个去进市后院几率分 去做后院几率 然后去Max嘛 就是说你想Max买那个Albo啊 然后让你的Q啊去进市后院几率分布 那这个Q有没有什么特性 他他他他产生了 他整理以后产生了一个特性 那这个特性就是其中一个Q啊 其中一个你连层的QJ 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让这个Albo最大 那就如果他真的达到最大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中一个QJ跟其他四个 四个QJ是形成一个关系 对 那这个关系就是 这关系就是其他四个QJ的联层 跟联合几率分布的联层 对 对你的你的QJ会是其他四个QJ 跟联合几率分布联层的 的的的的的最大最大值 的最大值这样子对 应该说如果你今天找到了 那个参数 找到了这个QJ最好的参数 使得你对 然后你你这几个Q啊 找到好的参数了 真的近视了 真的近视成为Albo里面 你真的近视到后院几率分布了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中一个Q 任何一个QJ会相当于其他四个QJ 跟联合几率分布的期望值 他们他们的他们的产生一个与和性的关联性 这个与和关联性就是用来说就是接下来就是用来说就是说 嗯就会用来做球 你就是这就就变成一般事了 对就这就变成一个一般事了 对就是说你可以让你的QJ 你可以让高师分布啊来当这个Q 或是伽玛分布啊来当这个Q 对然后他都会满足你今天你今天带了你今天其中一个分布的样子 会跟其他四个分布以及他的联合分布形成一个公式上的与和 对那整个整个其他的章节呢都是在讲说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公式 我们使用这个公式的话 有没有办法化减 如果我们得到这个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公式 这个这个市值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化解化解他 那就变成像微积分一样 我们就是在在化做分析节 在在看有没有办法简化这个市值 那最后有些人在这些章节里面就是使用了特殊的distribution 然后跟他找到了一些特性 然后就终于让这个让QJSTAR这个最优的QJ 整理出一个更精简的市值 那这样子我们有更精简的市值的话 我们这样子连成 连成起来 连成不同的QJ起来以后 这个市值就会变得比较好球 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根据这个 这个QJ的市值的话我们一直拿来用 看看有没有办法用解析的方式 去找到一些特性简化他 对然后就 接下来每个QJ把它连成起来 对然后就就就会是一个 好球的解 好球的近视解 对 好好大概就这样 然后刚刚Ross又说这是蛮重要 就是说 在球因为你QJ 你QJ有不同的Q连成在一起 那他的解法大部分都是固定一个 就是之前的EM的解法固定一个QJ 然后去调整 固定其他的QJ 然后只调整一个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 再固定其他的参数 然后不停的去调参数去解 那那在这个QJ的市值 用这个QJ市值去去求解的话 的话他是他的 以这种方式去EM去求的话 他是会保证说他的 他是会converge的 对 嗯 这是他的一个好处啊 对啊 嗯 至少不会发散嘛 对啊 不保证是非加解哦 对啊 只是会converge的 嗯 大家觉得听完以后 有没有毛色盾开的感觉 毛色 我今天有录影啊 今天有录影啊 其实 其实 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再 再仔细多听几遍 然后再对着书看 就会看到非常精髓 然后我是觉得 并他把那个 应该书还没有讲得这么清楚 书是把导师讲得很清楚 可他里面隐含的一些原理 其实没有讲得这么清楚 所以我想大家就应该觉得 今天来听这场演讲 真是非常的珍贵 好 你太太太太太严重了 我那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都没看懂 可是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 讨论会很很很很棒的地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了 就是说 后面的话 其实就一直都是围绕在这个理论 就刚才那个 这个elbow 就是elbow 加上care divergence 然后最后这个factorization 然后最后我们推论的这个 就是换句话说 你今天要求J的时候 就把除了J以外的那个部分 它的那个联合几率 把它放在这边 跟marginal几率去算 然后可以推论到这个 那后面就是所谓的应用 他就举了一些例子 那第一个例子的话 举的是一个Gaution Gaution的distribution 那Gaution的话 Gaution Distribution 它里面就会有它的mule 跟它的stand deviation 那它在这边假设它的隐含 隐含变数有两个 就是Z1跟Z2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做一系列的推论以后 就得到这样的结论 得到这样的结论 那接下来他就用了一张图 他用了一张图去表现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那这张图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 左边这个图是你想要用红色 我应该没有讲错 用红色去估绿色 对不对 对 没错 左边这边是用红色去估绿色 所以这个红色呢 你就要尽量能够落在这个绿色的这边 那并那时候在讲这个时候 他还让我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这个红色在这里 那外面这些是红色没有涵盖的 这些东西来讲对它来说都是会是零 所以左边这个图是用红色去估绿色 右边这个图是用绿色去估红色 所以这边的话是Kale 这边就是Reverse Kale 这边是Reverse Kale 所以意思就是说 看起来这两个他的命都可以算得还蛮准 可是他的那个Variance 其实有些就是Underestimate 那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那个Kale Divergence Reverse Kale Divergence 那最好的最好的optimized solution 就是这个东西我推估出来就是真正我要的 真正我要的 那这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补充 好 那个 有没有Kale Divergence的公式上面 有有有有 我们再提到上面去 这边在说 Kale Divergence 从Kale Divergence的市值可以看到Q在前面 Kale Divergence是拿Q去禁事批 我们这边是拿来进市后验几率啊 但其实Kale Divergence 就是在比两个几率分布的体积 对 他两个几率分布要怎么比 他他就是在比体积 对啊 他不是说你Q的话是Q Q的话Q这个分布 他是放前面做成的 对然后 然后后面 后面的话是P除以利 对所以 所以P除以利的话就是 你想P的话就是刚刚的绿色 那Q的话就是红色 对那其实这个情况 因为有一个Dominate 是Q在前面是乘的啦 对所以这个市值的话 就相当于是在Q 每一个 每一个隐含变数力的范围下 我们都会乘上一个Q 对那就是Q的几率分布 对就是说 那如果就是说每一 就是说他其实是在做P除Q P除Q以后做Log以后 在乘上 都会乘上Q的影变数 就相当于看起来就像 期望值这样子的感觉 对那那你从这个意义 其实很明显知道 因为他有除这个Q力啊 对所以可以回到下面 对可以回到最下面 对然后这张对就是这样 然后可以放大 放大是放大 对 其实这个对 你是要放大哪个地方 放大这个市值 哦 哦对对 放大这个图片可以吗 好图片 哦好但没关系 好就是说 可以啊 对就是说那个P力啊 就红色的部分 Q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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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是红色部分 红色他等于是在比就是像他说的是在比红色 他其实是两个东西 两个我们在比P跟Q 但是问题是他两个体积做相比 总要有一个做Dominate 对就是所以他其实是在比红色体积下 跟绿色体积的差异值 对那力是他的范围 对所以其实以KL diverge的市值来看的话 就是说都是在比Q的Q的Q层上logP除Q 对就是都是在比Q的范围面积下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Q那个红色范围以外的是不被比的 对都是零 因为Q力Q力乘上那个log Q力在这个红色范围以外都是零 对所以他他出来是零 唯一会有差异的 会影响KL diverge数量 积起来的数量的就是他的红色范围内的 所以意思就是KL diverge如果跟Q 跟另外一个P做比较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子KL diverge可以最小 就是说那个Q啊 会去找P里面 跟他整个分布的体积是最接近的 那不管大小 就是找某一个特征区域最接近就好了 那因为我比的是我红色 就是Q范围 Q的影变数范围内的体积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KL diverge很容易陷入local的比较 对 因为我想要 就是补充一个我一个讲法 就是说我们看那个市值的话 他其实如果目标是KL的话 他最怕的反而是 你如果P等于零 就是P等于零 那个区域 结果Q不等于零 那个会让整个KL爆掉 因为我们想要把KL压下来的话 如果优化目标是那个的话 所以他会趋劲于保守 就是他宁可就是说到小小的不太准 或者估到几个mode里面其中一个 可他不愿意说扩大一点 造成那种Q红色 他不等于零 可是绿色却是零的地方 那你如果换一个就是Reverse的目标 优化目标的话 他就没有那个顾虑 他反而怕的是 就是 对 对没有错跟你讲的是一样的 对 就是说如果你换了一个目标 改成 改成把P放外面做成的话 那其实他的范围 其实然后积分范围幾乎都是 因为P P 就是下面这个KL PQ的市值 对他反而他 他这个是ReverseKL 对他就范围翻过来 那P放外面 那其实他积分的范围 其实是P的范围 就是绿色的范围 所以他反而是 他反而是在找 他反而是在找 红色要想办法调整他的参数 这个过程是绿色跟红色都会 不停的去调整他的大小跟参数 对因为我们要找出来怎么样子 两个都可以调整他的参数 他的参数对 然后找出一个最接近的 的模型的参数这样子 对 那最好的情况当然就变成 红色要想办法 就是绿色剪掉红色 下面的绿色剪回红色 要尽可能要达到差距最小 对 因为积分范围是后面的绿色 所以你就会变成 如果用这方式求的话 红色的 你要求的Q啊 会反过来的话 Q会变成很大 对 会变成去笼罩他的范围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的部分 红色部分 cover到都是白色的 对 就是说他反而是有点 对他虽然 最大的范围 因为其实他 他这个KLPQ要最小 当然是绿色剪掉 绿色体积的范围内 剪掉红色的 以这范围的红色 当然越大越好啊 越接近我越好 对 那就会导致红色最后求出来的 其实很多东西是 跟真实情况不太接近 因为很多地方是白的 对 超出去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一般 对 营药部陷入local的准确度 药部就是 对 药部就是会有这样子高估的情况 对 对 对 那你这样可以顺便讲下一页 对 好 就顺便讲下一页 对 下一页这一页 其实等一下病也会补充 其实这一页的话 他就讲到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convergence 然后他的那个 他的函数是这样 结果这个案件跟上面的案件 又有点不一样 左边这个是用蓝色去估这个红色 右边是用红色去估蓝色 所以右边这两个就很容易陷到那个 那个local optimize 那并可以也补充一下 对 对啊 就一样对啊跟你讲的是一样 对啊 就是就一样 如果你右边两个 对啊 你是用一般的care of divergence 那照刚说法是 红色去估蓝色的 那要找红色的范围内去估 他的范围内的最接近值 那他一定会去找 蓝色里面区域性跟我最像的 因为这样子就已经保证care of divergence 最小了 对啊 他不会去管整体 对啊 反正我红色是可以任意的调参数 大小位置移动 去找出一个最好景的 那PQ的话就很明显在这种有两个 这种应该算两种高湿的混合 对 有两个这样子的情况下 对啊 他的表现就不会很好 对啊 对这种左边这种PQ的话 对啊 就是 红色会想办法去逼近整个蓝色的范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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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这边就在想alpha family 就是说这两个其实都 都严格说起来 可以属于这个alpha family的范围 那这alpha family 你在调这个alpha参数的时候 就可以逼近 他其实就会让 你如果去调调看这个参数的话 就会发现P的话 一个会变成PX除以QX 然后再调再调另外一个范围 QX就会变成除以PX 所以刚好就是在 KL跟inverse KL之间做白档 这样子 对啊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对啊 就是蛮有趣的特性 对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带 比如说alpha小于负一 你就可以选一个负二代进去 然后alpha大于等于负一 你就用一个二代进去 你就会发现他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那如果alpha等于0的话 他就是PXQ 然后对这个 这个大概就是他 他书上举的第二个例子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例子的话 他也是Botient 可是他就比较稍微复杂一点 他的P的函数 你会看他given 他given那个mu跟他的那个tau 后面的data set data set的probability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鲜验几率 他的mu是 他的mu是由tau来决定 就是under在这样tau的condition之下 才可以得到mu 然后这是他的tau 换句话说他的variance 他的variance是一个gamma的distribution 那在这个样的Goshin的方式下的话 他的Q里面就会有mu跟tau 那他建议就是利用factorization 他会把它拆开 拆成两个箱层 拆成两个箱层以后 接下来基本上在求这个mu的 Q的mu的时候 他其实会变成是一个这样的韩式 然后tau会是一个这样的韩式 然后这后面是他的一些数学式的导式 那我们是直接用他的图来说故事 就是说假设今天我们想要 估的是这个绿色的这个东西 绿色 这边这样看得清楚吗 就是说我们想要估的 这样放大就太难 就是我们想要估的是这个绿色 这个很像看起来像三角战团 可是我们手上这个Q是这个蓝色的 那一开始initialize 他们两个重叠性还不高 可是我们慢慢的迭代去修正 我们的mu跟我们的tau以后 他就会mu的话 他就会让他平移 tau的话会让他有伸缩 那你就会看到慢慢变成这样 最后到这个样子 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他得到的最识解 大概是这样 那他利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分布 来说明上面的那个理论 一样可以试用 大概是这样 那大家有没有问题 对这个部分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直接再跳 再跳到最后就是说 他讲到model的comparison 他的意思说在上面 我们其实都是在givenx底下以后 求那个latin variable 可是他的意思说 搞不好那个latin variable 他每个latin不是一个latin variable 每个latin是一个distribution 就是说假设 最后你告诉我的不是latin z 不是z1,z2,z3 而是好多个candidate的model 这时候我要怎么做呢 上面的model 要不做一些微调 他的意思是说 这时候你就要把这个市值 你就要把市值写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你要考虑的是 你那个candidate的model 然后那个model 这个m就是model的index 假设你现在candidate有10个 那m就是从1到10这样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刚才的elbow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的px 后面的这个部分 你就会觉得他又把这个m 这个candidate的model 已经有考虑进去 就考虑进去 那所以换句话说 他的co-divergent 这个地方他就有考虑 那最后他有得到一个推论是说 如果今天你的那个elbow elbow 就是针对m的elbow要最大化的话 他有得到这个结论 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推出来的 所以我大概就只能把这样面出来给大家听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要把这个elbow 这个m model 针对这个m model的elbow求到的时候 我会得到一个这个书上说明 他会得到一个结论 而且呢我们就会看到说 其实你在做maximal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他会跟我们原来 我们认知只有x跟z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 当你在去optimize 针对每个model去optimize的时候 最后你就会发现一个很优化的QM 所以当你在把QM去做normalize的话 就可以拿来做model的selection 那感觉上就是说你会看到他整个书上的进程 他先举一个最简单的最conventional的例子 就是px等于elbow加上kl divergence 然后他陆续用各个不同的变形 来套用原来的model是否成立 可接下来他在这边呢 他就提出一个新的见解 今天他的laten variable是一个candidate model 他不是一个variable 那他就更复杂了 但是这样 那并有没有解释 那我回上一页解释 那我讲一下 好 我想说 这一页吗 再上一页 好 就是说 再上一页 对 再下一页 对 好 就是说 其实我们讲这边接下来的几个例子 其实都不会讲得太那个 因为刚刚已经讲过 就是说 4.9那个市值啊 q star q star 那个市值是推导出来 就是说 我们想用多个q去进市 去进市elbow的最大值 带进去以后去进市elbow的最大值 这个q的形式是已经有一个一般式了 对 那这个一般市的话就等于是 你要带进去联合几率分布 跟你想要 你的 对 跟其他q的 可能的情况 那接下来你就是必须要靠 很硬的实力去 去推导 说这个一般市 有没有化解的方法 那其实接下来的几节的范例 几乎都没有 像这个投影片也不会讲 都没有讲他整个推的过程 所以你就会看到 推的过程会直接冒出来 因为推的过程很复杂 对 那个解析解真的是 很聪明的人 一直在想办法提出来 解出比较 我觉得我们用不太 没办法 除非你刚好你就直接套他的模型 用他的 他解出来的这个 这个比较优的解去直接用 不然自己想套一个模型 然后去推出来 这是很不太可能的事情 对 去推出 对啊 我随便假设几个Q 然后去带进去 然后你想要得到一个比较简化以后的实质 那真的是不太可能的实质 所以变成说 这边只是看看就好了 就是他到底利用了什么 那个distribution 然后他解析解出来 原来μ跟t的影变数带进去以后 从刚刚那个很复杂的 试试里面 一个Q跟其他几个Q的 的那个进士 其他几个Q的 那个形容值去 去推导出来 对啊 对才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也不会讲 太细在这边了 对啊 就是说我们刚才上面都是一个高师 然后高师可能在做一些变化 而这边的话 他就是讲的 mixture of portion 那再讲这个钱的话 我也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就是在那个YouTube上找到 他的意思是说 假设今天这个data 它是一个mix of portion 一开始是左边这个样子 你第一次求解的时候 你可能你别看起来 它好像变成两坨了 后面好像变成两坨了 可是等到你再往下 他在探究的时候 他变成这样 最后变成这样 然后他也把他整个过程中 在探究过程中 他以为维持过程 他的那个elbow 就是evidence or low bound 这个部分呢 就是elbow 他的size 他的那个值会越来越大的 那我只是先用这个 让大家去感觉一下 mixture of portion 的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们再讲一下 那个所谓的 这个mixture of portion 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有一个gmm 有一个gaution distribution 可是今天你想要把 好多的gaution 去把它mix在一起 那你就会看 事实上一个gaution 它一定有一个mu 有一个standard variation 然后就是一个gaution 然后呢 因为他 那你看这个地方很有趣 他有跟你讲说 你会发现他的mu是由 那个什么 是由standard variation 所以换句话说 所以换句话说 他的mu是 Dependent on他的standard variation 这是一个独立的gaution distribution 可是今天它是由N个 N个Gaution所组成 那这边会有一个叫做π 换句话π就是他的什么东西呢 等我一下喔 它其实就是他的那个 所谓的coefficient 就是他的那个前面那个mix的 mix的参数 换句话说 假设 这边他前面少露一个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有N个x x1 x2 x3 一直到xn 那他会bundle with n 个latin variable z1 z2到zn 然后接下来有需要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latin 每一个latin 它其实有associate 一个binary vector 而且它是k个 k个 k个 例如说 今天z1 它可能对应的是 E0000 就有k个 那就表示你要找 第一个的那个gaution 如果它是001 0000 那你就要找第三个 如果你要找第二个 可能它的associate 的binary vector 是01 例如说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你就找第一个gaution 第二个的话是 所以这个它所谓的 E of k binary vector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 你就看到它定义就是说 今天你有x的 observe data 然后有 讲错有n个observe data 有n个latin variable 可是它会associate with k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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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ution distribution 那它把它整个 式子写成这样 就是说 我今天 under在 这个py就是它的 mixed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今天你在这样 假设你有这样的 mixed coefficient 下 你的latin variable 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它基本上 式子写成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这个latin 它有它的mu 有它的standard variation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前面再加一个这个东西 好 那他们就发现说 其实在 这个gmm 看起来就是derichlet derichlet distribution 我记得好像在2015年 2016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在做derichlet的这个研究 非常非常的多 那时候我每次看到 我都觉得很像是 很像是天书 那事实上我 刚才有去查了一下 就是说 我们常常知道那个二项分布 就是头重 头重是0.7 头部重是0.3 这种二项分布的话 你只有0.7跟0.3 这个叫做二项分布 它的derichlet就是beta distribution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多项式的 几率分布的话 那它的对应的 对应的conjugate conjugate prior就是derichlet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听起来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会想到就是说 今天我的那个mix的gaution 它是由k个组成 然后它前面都有associate一个mix的coefficient 然后它的那些coefficient加起来要等于1 而且是一个derichlet的distribution 大概是这样 所以它整个推论就是慢慢慢慢推 慢慢推以后 它的意思是说今天你要算这个latin以后 你要把这三个东西加进去 除了我以前认知的mu跟standard deviation 最好把它前面那个mix的那个系数 也加进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拆成这两个 我们把它拆成这两个 那拆成这两个以后 它再倒一倒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变成这个样子 第一个是在pi底下的z 不然就是这三个condition drx 然后最后它会把它导成这样的式子 导成这样的式子 然后这个式子如果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如果再把它做normalize的话 可以变成这样的式子 好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以后 其实是不是好像就又可以用em来做 所以这个里面它有特别强调就是说 我最后这个q这个mix的coefficient 其实它是一个dirigulate的distribution 然后这个东西它可以 它在这边叫做什么veckhard veckhard coefficient 你就会看到说它其实它的mu 是由它的standard deviation决定的 然后它的standard deviation又由这个决定 这个就是它整个式子导致对gm的整个分析 那gm完以后它如果能够变成这样以后 它就是可以用em的方式去往下推展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一开始是这样 然后你先找一个先锚定先找个initial值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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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呢 你最后就分线发现它有变成两个 那我其实有看它的书上 书上有讲的是蛮有趣的 书上有讲说如果今天它的alpha是选择001的话 它就会分出两个 如果alpha它选0.1的话 它可以分成三个 可是如果alpha等于10的话 它可以分成六个 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它是这样的说明 就是说这个initialize这个值其实会影响到你看到多少个这样的gm 就是多少个gaussian 那这个可能背后有一些数学原理就可以在大家可以再继续去探讨 那它的意思说假设今天我那个n趋近无穷大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maximum likelihood的EM的algorithm 然后它的意思说今天在machine learning 我们常常machine learning有个segularity 它常在machine learning会发现 可是在这个地方它就没有出现 同时它说今天你在决定这个到底有几个component的时候 它其实不会overfitting 这是它对这个gmm的说法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 它有讲到其实跟前面观点一样 就是说你今天要做一个变分法的推论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个劳棒的基础 刚才我们说albo albo就是它的劳棒 albo就是它的劳棒 然后接下来事实上我们在做过程中 第一个你一定要确定它是能够convergence 能够收留 还有事实上它希望在整个过程中是可以traceable 是可以做集合跟traceable 那接下来当然它就会再衍生 你会看到它在整个做推论过程中 它是不断不断的在发想 不断不断的在往前迈进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这个observe variable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有个predive density 我可不可以有个预测型的 虽然我现在知道了x 观察到了x 我可不可以找到一个predive density 如果这样的成立的话 事实上这个看起来又是一个后焰 后焰几率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所以我会觉得像他们数学很强的人 其实他们脑袋是可以无限 可能是整个元宇宙都是他们的世界 刚才我们说在x底下可以找到latin 他现在x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实在是还蛮有意思的 好 那最后我大概到这边的话并有补充吗 这是gmm的部分 这是gmm的部分 那我觉得gmm部分 我觉得我从比较大的学习就是 它多了一个mixed coefficient 还有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 还有就是它怎样利用那个binary vector 去表达它associated的gortion distribution 但是我看它这个chapter 比较大的学习 没有 我觉得它举的每个例子 我们都是要带入一般式 然后把带入一般式求出Q 然后推导出Q 那人家已经推 已经根据这个模型推好 那我们也推不出来 所以要不你就是 他取的这些例子的模型 要不你就是假设 你自己的资料的模型 是他他取的例子 然后带入那个 他已经推导好了一般式的Q的公式 那那对 否则的话 对这个变分法用途 就是这样子 对啊 想请问这边有人对变分 那个刚才那物理很强的 你是你不是说接下来你可以 等一下还可以做一些讨论 那我们先把这边东西先讲完 好 那最后的话 他有在讲说 这个No.1 component No.1 component 去finding也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他的意思是说 我记得他有说 假设你今天去丢1万次 1万次 1万次 假设你发现出来的那个 probability model 是0.2 0.2 0.3 加起来是1 可是事实上 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他 他有四个组合 0.2 0.3 0.2 0.3 就这样加起来刚好1 他说其实0.2 0.3 0.2 0.3 我也可以写成0.2 0.2 0.3 0.3 所以换句话说 当你是一个k的binary reactor的时候 其实他真正的solution是k阶层 意思就是说 其实那是可以做那个 那可以做combination转换的 所以说虽然你是mixture 你是有k的model 其实他真正在做过程 其实有这么多的 这个地方主要他是在讲这个部分 大概这个地方是在讲这么多 那他的意思是说 你要做这样的话 你可以避免怎么样去避免 你这个重复计算呢 还有就是说 你怎么样让他能够解决他的complexity 跟fitting 还有他就说 其实你还有一种方法 Johnny他说 你就给他那个KR很大很大很大 然后接下来你往下推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些mixed coefficient 几乎根本就是0 或根本没有意义 这时候或者甚至没有贡献度 你再把它parn out 那我就觉得这时候他也告诉我们 你如果要去算 Number component 你有哪些的思考 可以去思考 那最后 我觉得他 他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如果在揭认底下 今天假设我们就像刚才 我们认为有一个mue standard deviation 跟mixed coefficient 有三个 这三个我其实可以把它分成这三个 这三个以后 最后呢 这个东西其实我事实上是等于可以取这样子 可是在你要取这样 然后最后呢 你这个AB又可以把它拆成这样子 然后可是这是有条件的 第一个就是这两个要是independent 而且under在这样的condition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其实他那个整个思考 整个的vectoration assumption 或思考 他其实是还蛮有趣的 好 那这应该是我今天报告的结束 我就是就很谢谢病的指导 还有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病有没有补充 否则病就要继续往下讲了 没有 不然我就做 你做总结 你要做总结 这个的结论 对 跟我往下另外一个方法 好 变分法 他看起来就是 看起来就是要 根本求 你要先定义一个detribute 你要先定义你资料detribute 那看起来 然后在定完 他是detribute以后 你就套了他的一般式的市值 然后去 那一般市值就定义了 一个 那你要连成的那几个 那几个 那几个去进市的市值 应该是怎么样子 为什么要套他一般市呢 就是 因为套他一般市的话 就不叫follow 那个EOBO的 整体的市值 你比较他可以保证 你每次固定一个变 固定一个变数去 固定其他变数去找 其中一个的这个过程 可以converge 每次找都可以converge 所以他以这个方式来说 多变数这样子找的话 总不会因为你最后 有一个变数发散了 你就找不出来 可以保证他converge 所以他变分法 使用他一般市的Q的好处是这样 但那个Q你要不就是假设你的资料 是他的 那个例如刚刚的unique高师 混合高师 对假设你资料分布是那个高师行事 然后套用他的 他已经推导出来一般市去用 那这样子是一个办法 对啊 除了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也比较难 对也比较难脱离这样的范围 对那如果你想要自己去设计 那个Q的分布 然后自己去设计Q的分布 然后再套ELBO的市值 然后去 他的方法都是固定住 他的优化的方法 都是用EM的优化方法 就是说先固定住 那个固定住原本 就ELBO的市值 都是先固定住 大概都是固定住原本的分布的参数 然后去调Q的参数 然后Q的参数调一调 调好了以后 再去调原本分布的 的join distribution的参数 然后反复这样子调 直到他们两个看起来 EOBO最小值 这样子对 整体是这样 对那 有没有 那如果你不想要 局限在使用他的Q 必须要使用他一般市的话 那可能就可以试试看 用第二种的方式这样子 第二种方式就是接下来 可能会讲的 起那个EP的方法 对 EP的方法 对 他就是可能 但是他也是有他的一些限制 这样子 对 喂喂喂 我也一些想法想要问大家 就是说看起来我们一定是 这全部都是在EM的那个框架下面 看的都是去找比较高的那个ELBO 然后看起来是说 我们写下ELBO以后 他跟Q有关 然后我们要优化Q 对他作为分 那个地方用到变分 然后反而是说 他是什么形式的感觉 那个像是prior的那个地方 会定下来 就是他可能中间有讲说 一旦我们写好那些couple的 最优的那个节 要准备替代的时候 那你那个prior那个地方形式定下来 什么什么分布的时候 他后面那些节 好像就会跟着被定下来 有这种感觉 对 那个我讲一下 那个GMM那边的时候 他用了conjugated prior 可是其他部分 我就没有听到他有这样讲 就是说在那个GMM的时候 他用conjugated prior 他的意思是说conjugated prior 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你prior决定以后 最后慢慢慢慢倒到他的posterior 其实他的distribution也是一样的 可是你刚才讲的问题 你应该还有想要问更深入的问题 对不对 你会再继续问的问题 对我只是想讲说 我觉得像是这本书他的那个 就很前面的一个地方 像是他写下那个elbow 10.64这种东西 然后他给了一个假设 就是简化的这个Q的形式 去到10.9 那其实就是缘分尾分 就这个地方 对 很多的那些偶和的优化的式子 好像都要用到这个技巧 就是你自己要去微微 然后可能要加conjugated prior 是是是 可是这个是给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要去微一下 要真正得到一个有用的十字九 这种式子 是是是 那我就没有下想法了 OK 所以接下来并你要讲这些是另外一种方法吗 对啊 你现在要讲的expectation propagation 又是另外一种方法 对近视推论这张 其实有九成都在讲刚刚那个近视推论 只有最后一节在讲 在讲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对 好那接下来是我要把控制权就给你了 那我就要离 好 好 没问题 我先停止分享然后再换你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有 有 就是说 就是说这里提出另外一个特性啊 他不是 他 这里有一个 这边一样是要做care diverge的优化 的去优化两个变数 对 那那在这里的话 你这是第一页吗 你要讲的第一页 对 所以你只讲EP你就直接跳EP了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太复杂了 而且都是在讲 都是在讲那个 那个解析节到底怎么样子推导出来 哦好 所以就对啊 这个 这一篇投影片拿来的 他也 他其实也提掉了中间的三节 他都没有讲了 对啊 嗯嗯 对啊 都是同样的那个 对 所以 而且中间很复杂哦 爱与能力有限 对啊 只是说 好啊 我讲 我觉得这个 这个算另外 这个算 有点 算比较实用一点啊 对啊 对 这个就说 哎 他先推 他是先假设啊 你的Q啊 你的Q都是指数 指数的形式 对啊 指数Family的形式 就是说他的 他的形态的话 都都 形态都都会像这样子 H乘上G乘上指数 这个 XXX 对 他其实就很像一个高师 对 一高师就是指数Family的形式啊 对啊 对那那直接 我就是说 哎把这个式子啊 把这个 但是他是用PQ 不是用QP的 对 然后 然后把这个式子带进去以后 把你的Q 对 去然后去简化啦 对啊 去把指数 把你Q当做指数Family 的这个形式 如果假设他一定是指数Family 这个形式的话 带进去 就会得到一个特性 就是说 就是得到一个特性 就这边可以当做一个中指 那个 Iterative要迭代 决定说P跟Q P跟Q 因为他是从CareDiverge 里面出来 就是说可以当做一个 比较快速的 去决定说P跟Q 到底像不像 的一个特性啊 对啊 对这个就叫moment match 对啊 那就是说 哎 呃 那个 那个 Q的期望 对优利的期望值 会等于 会等于你的那个分布 对优利的期望 相乘的期望值 对 嗯 就是说你出来的这个几率分布 对这个 优利这个函数 会等于批利 呃 原本你要近视的 批这个函数的 对优利这个期的期望值 那这个优利好像 看起来就是 这个优利看起来对 就是Q里面的 Q里面的其中一项 对啊 Q里面的那一项 那就是这个 就是我夸起来 黑色的这个部分 对啊 就是说如果你假设Q 是期望值的话 那 那这一个 它的μ 的这一项的市值 看起来就我的理解啦 那觉得好像有点怪怪 对 Q跟Q对这一个函数的期望值 会等于会相当于是P对这个函数的期望值 对啊 嗯 对这个对 嗯 那这个这个就叫做moment match 对啊 那那这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判断 快速判断P跟Q到底像不像的 的另外一个判断法 对啊 那在这里会在这里会用 对 那 那 那在这个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expectation的这个 这个算法里面的话 这个算法哦 这个算法是怎么做的呢 他就是 他就是假设你Q啊 是指数分布啊 那看起来也一样是高4啊 对啊 然后 他怎么做 就是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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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就是说 嗯 expectation properation properation 这个函式 它是假设你现在原本 你想进市的那个函数呢 也是由连续的函数所相成的 所以 这个 这个是由连续的函数所相成 所以这个联合 对 所以其实这个特性 光是这个特性 它其实比较适合用在 它蛮适合用在图形几率模型的 所以它后来下面会举一个图形几率模型的例子 它也是一样是 因为图形几率模型的话就是定义 定义点跟点之间的几率的 分布的关系 然后 方程的关系 然后 distribution 把它的因果关系沉起来 对 每个点的 条件几率沉起来 对 联合几率这样沉起来 然后 所以它其实会是一个 连层的 连层的函数 而这边是音质图 对 对 影子图的话 对 第八章 那边我弄 对 所以说 假设你现在 你的联合几率分布是一个连层的 你的 对啊 你是一个连层的几率分布 对 然后 然后 你想要求 你 你一样是想要求后焰几率分布 所以你 你当然我们就Q利 然后用manfield这样子的方式 那 那这里一定是假设你的 你的Q利里面的manfield 这些是高师的函数 这样子 那我们想要去近视 近视 对 我们想要去近视 那个后焰 后焰 marginal marginal也可以啊 就是marginal marginal也可以 对 那我们就是想要去近视一个函数 marginal这样子 那它的方法是怎么样 它就是说 它的方法很特别啊 它的方法的话就是说 我们想办法 呃 我们一个个优化 我们要 我们一样跟刚刚一样 我们 我们就是我们 我们Q去近视原本的函数 然后我Q是有好几个函数所连成 那我们想要一个个去优化 那个一个个去优化原本的 一个个去优化韩式这样子 对 有点难讲 用图来讲好 对 对 我们用例子来讲好 对 就是说原本的图形几率分布 联合几率分布啊 是这样子 这是 因子图 然后FA代表X1跟X2 然后X1跟X2的几率 对 FA是代表这两个变数相关的几率分布 对 对 那FC就代表这两个这两个线 之间的几率分布 对 那整个就是一个因果关系 无相图因果关系 就是一个这几个X1X2X3X4 那他们的几率分布 这样子 他们就定义成一个连成的形式 对 然后 如果你的 然后我们Q QX啊 就是想要去求出近视 近视这一个P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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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图 的几率 这样子 那 那 要累加所有的 他到底是怎么样子做 做他的近视 他这边也是近视节 对 那我们之前第八章 其实要如果你是一个几率是这样子的 图的话 我们一样是对X 我们 简单的做法当然是对 这一个 联合几率分布里面有四个变数 X1X2X3X4 我们最直觉做法当然是累加所有变数 如果想做一个margin 的话我一定是累加所有其他变数的组合 对 那这样子太多了 对 那太多了 所以他其实他们方法会先断掉 会先 会先 他的他会先断掉这个 会先断掉这整个的图 把它让每一个变数被切开来 这样子对 那因子图 因子图的话可以这样子做 对 因子图的话可以 只要 对 因子图的话 如果这样子 click 对 切开来 因子图同一个图有不同的因子图 对 那在这里的话 如果你把你先把每一个节点这样切开来的话 然后你就 我们想办法把变数切开来 那X1 我们就把原本这个近视的几率 写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写成一个X1 写成一个 因为切开来 然后每个都给他独立的这样子节点 所以说X1是由FA1的函数 那X2由另外三个函数 所组成 那X4的话就有一个函数 然后就是根据图切开以后 来决定说我们想要近视的那个函数 长什么样子 就长成这个样子 由他的Note的节点相乘 然后就 所得到了 得到新的因子图的节点 然后联合基率分布都是有因子图相成这样子 对 嗯 嗯 然后这样子要这样子接下来要做什么 对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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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们其实有了一个 我们 我们有了一个 近视的 我们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图了以后 右边这样近视的Q的Q了以后 我们 我们 我们让这个 我们把其中的 我们想要求 我们分别求 我们想要求 呃 我们分别求 我们想要求 刚刚已经说过 我们分别求我们要近视的对象 例如我们要近视 我们要把这一段近视出来 对这一段的近视 原本几率的部分近视出来 对 懂啊 我们我们本我们的QX 是我们先把它假设成跟原本 原本的几率分部长的一样 但是我们把每个点都拆开来 对 把它的英国关系都拆开来 拆成比较小的节点 对 拆成比较小的节点以后 接下来 嗯 哦 哦 接下来我们再接接回去 再把某一端接回去 对 再把某一端接回去 跟原本是一样的 那一端是我们想要开始优化的 的那个部分 对 对 所以我们 把某一端接回去 对 某一端接回去以后 所以它的 所以那个 所以接回去的那个图呢 就会是 就会是Q 就会是断掉的Q 跟接回去的那个 其他断掉的Q 乘上接回去的那一段 对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 这边是相成是其他 刚刚说的其他断掉的那个Q 然后跟 然后这一段的话是 呃 右边这一段是 是我们想要求的 然后就是我们近视的 呃 我们把原本的这一端接回去 这样子 对 那接回去 目前是在接下来 Iterative的时候我们只优化 我们是想要先优化 这一块的部分 对 然后 在 以这个情况下以后 我们就去求 我们就去求 我们利用这个市值的话 我们利用这个图 这个Q的图啊 去做我们原本就知道了Marginal Marginal的市值 也是对 因为他这个四个变数已经被切开了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分别积分 我们就分别积分 那个X1 得到X1的Marginal 对 然后得到X2 X2的Marginal 再得到X3的Marginal X4的Marginal 然后再把这四个变数 独立的变数 因为他已经被切开 这独立的变数 再把它连乘起来 变成一个联合机率的分布 对 那这样子就变成原图了 对 就是说 简单来说就是说 我们Q这个市值啊 我们把它切开来以后 成为一个可能 之后会比较好 累加变数的近市市 但是这个近市市呢 我们参数还没有固定 对 还没有决定 那我们就先把一段结起来 就是我们想要优化的那一段 先结起来 那形成的 去结起来的这个市值呢 我们各自去算它的 X1的几率分布 去算Marginal几率分布 对 然后各自的Marginal的几率以后 把它连乘起来 然后就又变成一个 Destribution 这是一个技巧啊 对 就是对 就把它变成了一个 由 由Q所组成的一个联合几率分布的 Destribution 对 那 那 来代表原图 因为我们想要用Q去逼近P啦 但是 但是P我们不想 我们没有直接拿原本的P 对 我们是拿我们 断掉以后的Q 对 因为我们断掉以后 图形长得不太 跟原本的P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利用 这个方法的话是 是比较好 去比较好算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用原本这样子的图 原本这样子去近视的 这样子断掉的Q 去模拟出一个P出来 跌上去的P 然后我们 他们的差异啊 原图跟P跟Q的差异就只剩下 就只有一个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去 反复的迭代去优化 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市值是 是一个这样子的市值 对 然后 对 对 那那个联合几率分布 刚刚说出来它的乘出来联合几率分布 跟它的话 就会 就可以 就可以 呃 嗯 可以 好 那上 嗯 在这里 我看一下 我想找到它的市值 好 好 嗯 嗯 哦 然后 这个这个市值 就会牵扯到 刚刚的moment match 对 就是说我们 我们会调 我们就开始调 我 开始调 开始调 那个 那个参数 对 开始调原本那个参数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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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我们会开始调整 那个 X2跟X3 的这个 因为这是由原函数过来的 对 原函数过来的这个参数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开始做固定其他柱的变数 我们只优化这个部分 对 然后我们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专门 我们就 就可以达到一个这个函数的 优化的参数值 这样子 然后这 然后我们尽可能让这两个 让 呃 一个是这个税裂的啦 一个是这个切开的 一个是有接上的 的这样子的 的这样子的图 两个几率分布 我们不停的去 Iterative 然后然后最后 就算出来说 这一段的 这一段的参数 应该是多少 然后终止条件 是我们刚刚说的 Moment Match的方式 就是说去评估 新的评估方式 评估两个 两个几率分布 到底是不是一样 的这样子的方式 对 然后就可以 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保证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 只条一部分的参数 这里的参数 这样子 对 大致上 对啊 还大致上是这样子啦 对啊 还有一些细节 对 对啊 这个方法的话 这个方法的话 也是一个近似的方法 对 对啊 因为他等于是说 我们去用 对啊 我们用Q 我们断掉以后去 去产生 一堆的Q出来 然后我们去累加他的Margin 再连成几率分布 然后这样子形成一个新的 有接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 近似原函数的几率分布 然后 跟原本的这个Q 我们去做比较 然后Iterative优化 然后直到我们优化出这个参数 有接近原本的 那个原本的参数值 这样子 大致上 对啊 那假设他的Q 都是一个 是一个 嗯 是一个阿法分 那个 不是阿法 是那个指数分布 对啊 指数的Family 对 那这个方法 就不太 对啊 不太能够 不太 不一定保证会converge 对啊 嗯 那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个 这个部分的确有一点 不好讲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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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 嗯 嗯 对啊 因为 这个Qnew就是 对啊 Qnew就是 剛剛说的 那个接起来的那个新的图 对 除了除了接起来那个部分 其他都是 其他都是那个 其他都是跟下面一样 所以我相处以后 得到了结果 再去更新原本的 嗯 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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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 那个我接起来的那块的参数 达到 对 然后评估的方式是moment match的评估方式 对 呵呵呵 呵呵 不好意思 嗯 那个 还是大家问一下 问 要不要问我啊 对啊 不然我觉得这样 对啊 这个解释有清楚吗 还是说 不太清楚 嗯 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我还是我 嗯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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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 这个原图啊 他是他是由 他是由这样子组成的 联合几率分布 那他有他自己的变数 跟他的 跟他的方程式的 跟他distribution的形式 对 不同的distribution的形式 我们想要 这个方式呢 能够让 能够每次只固定一个 一个 只优化一个部分 对啊 那 对 那我们就是先 去近视 去QX的话 去断掉所有的 这样子可以让计算量比较少 对 然后去产生一个新的分 分布出来 对 新的分布 那八成是假设他 因为他是α的 他那个高师分布的形式 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接起来其中一块 对 就是这个分布的其中那个 S2S3 这一段 对 记得是S2S3 这段 是由 对 S2S3这段 由原函数 还是有原函数比赛 对 然后 然后重新再算出一个联合几率分布的市值出来 对 喂 喂 有听到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好 好 那 对 对 然后也这样子 就是 对 然后固定这样子的市值以后 对 然后得到了新的分布 就是你会得到一个由 由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方法 对 我也觉得蛮奇怪 就是说由原本的 你去近视的分布 只改变一段 改回原本的样子 然后的 这样子的市值 去跟你去 然后重新 重新计算他的联合几率分布以后 跟你现在 跟你的近视的市值的分布 然后去做比较 对 就一直去做比较 然后比到他们的两个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 那他就会认为说 你这一段的 你这一段所计算出来的分布 已经近视原本的 已经近视原本的 这一段的市值了 对 已经近视到 近视的其中一段了 对 已经近视的其中一段 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固定住 然后再重复 去优化 改变其他部分 继续他的参数的调整 跟优化 这样子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对 这是另外一种 而且这是比较适合在图形几率模型的 弱化方式 对 好吧 那就先 大致上是这样子 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对 还是有没有什么整个的想法 对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对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还是有什么想法的 嗯 这个方法 我看上面的解释是说 这个方法 我说的 虽然有复杂 但是 以实用性来说 他们认为 这个方法的话 他们是认为说 如果你 书上是认为说 如果你只要 你只要 去 估算 你只 他比较麻烦是前期啊 你 你需要把你的 你的那些 英国关系 稍微定出来 然后决定你要用 什么 DETRIBUTION 之后 之后 其实 他里的REF 计算 蛮固定的 对 他的计算方式 把Node切开 对 切开以后 然后这样子反复的 只更新一个部分 这样子运算 其实蛮固定的 对 好吧 那如果没有 那就 看没有想法 所以你刚才 说的这个 呃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有说到 是 有两种 一种是 一种是那个 随机的 一种是固定的 哦对 这是固定的 两种 这个是Determinist 对 Determinist 对 对 那个Statistic 还没有 还没有说到 哦 Statistic是下一张的 都是Sampling的方法 对 嗯 对 这些 跟都是 都是 都是精准 近视 只有这一张是 近视 但是 他们那些都是精准的方法 所以他们计算量都很大 不管是Sampling方法 还是第八张的 那个 那个 累加 累加的 那个自信度 自信度推广 对啊 嗯 对 那些都是要累加所有积分的 的 结果 Sampling也是要 傻的电 要够多 对啊 那才可以取到精准结果 只有这一张是用 其他的模型去近视 你的模型 对 然后Italivative去近视 这样子 对啊 对 下一张也是其中一个 是Determinist 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我先预告一下就是说 因为这一次跟下一次都有时间都有改了 这一次本来是上个月的 嗯 那 7月份的 本来的时间现在已经改到7月30号了 嗯 嗯 呃 好像是 是养人豪 嗯 那就是 呃 主讲者请 尽早做准备 然后大家也要记得一下 就是说 这个月7月30号 就是月底的时候 还有一次的主书会 那关于今天的这个内容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说想要分享一下那个 刚才 刚才提到那个叫做什么 平均 平均常理论 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今天 呃 今天这个 感谢两位就是Rose跟Bin 嗯 讲得非常好就是内容非常精彩 嗯 那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什么意见就提出来 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就大概到这里为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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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